進入Ranko City的警察局 看回Leon變成神之前的模樣 之後變成了一個很厲害的英雄 我相信是原本的玩家 但警察局中的製造 已經新增加了 如果有玩過舊版的人 都會感受到 其實在警察局裡面 那個平面圖是有少少和以往不同了 こういう形式的 アイテムを取得しながら進行 もちろんインベントリの数には限りがありますので ちゃんとアイテム管理をしっかりしながら 進行という形になります 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在你玩的過程之中 你會一直撿到很多道具 的數量是有限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大家還有沒有子彈 還有沒有道具 很小心地繼續進行這個遊戲 好 兩個閉路電視 看到有人遇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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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 レオン 看到 ノートPC 然後 警察局 還有 生存者 有 情報 情報 剛才 剛才都有提到 大家要很小心管理自己手上的物品 所以 亦都會出現 好像剛才的Itembox 這些東西 去幫助大家 這個很重要的道具 二次元空間 是的 對 對 對 這裡是西部的TypeLighter 然後大家看到打字機 可以給大家處理一下遊戲資訊 對 如果大家展開地圖的話 就看到畫面上看到他剛才要救人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前進了 好濕滑好骯髒 令人感覺都很不舒服 會不會在後面 你沒事 我覺得是製造人嚇我們 你沒事吧 Amy你怕不怕 暫時可以 暫時可以 影來的 好穿過去了 好 這個有沒有事呢 伸個頭髮一下 看見多遇害的警察 還是沒事 他沒有起床 在裡面 有個生還者 好拉出來 拉出來 對面有什麼遮住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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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真的做得很像真 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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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就趕到了 但是不肯定 已經救不到他 現在 今登場 在這裏 那裏 剛才大家看到的角色 叫Elon 在本身版本裡面 都出現過 但是他們今次的版本 就會努力為一些原有的角色 都為他們做多些關聯性 給Elon 讓大家可以更加感受到故事 這個樣子 現在 Leon 拾了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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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大家看到 他剛剛有收到一些物品 其實這些物品 都可以幫助他 解謎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些線索 第一隻的喪屍出現了 這裏 這裏 好像 血量比以往 多很多 這個要問 玩過的人才知道 玩過的人 現在在我旁邊 有一個在玩 哈哈 至少逃進 現在看到 剛剛就擊敗了一隻 繼續前進 因為我記憶中以前玩 好像血量比較少 容易打少少 好像今集難度會高 好像輪擺式地避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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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危險 剛才那一刻 好恐怖 燈都被他關掉 他電筒照不到 我很害怕 非常非常害怕 柔軸 嘩 嘩 嘩 耳 嘩 聖 本身這個遊戲是採用一個第三身視角 就是過肩鏡頭去進行的 但是在部分的戰鬥畫面 就像剛才那樣為了帶來更多的臨場感 所以就會將鏡頭轉一轉 其實在螢幕中 操作自己操作玩家和 操作操作操作 在一種螢幕上映出 你有印象非常有色的 這次是造形的 操作在螢幕中 地方感受到的 遢γ到可傳 Sung weiß 這隻艱渠 效果超重 後來的表現 他還沒袋子 這裡有個原本的歌詞 我相信是MARVIN MARVIN MARVIN 說得很酷 大家現在看到他和另一個角色見面的場景 其實他說的內容都相當感人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Leon和Marvin之間 大家都會見到一個老派警察 見到一個新手的時候 對他的指導和安慰的說話 都會令人覺得是一個好心的關係性 我們可以帶你去醫院 不,我沒有 我不會讓你留意這裡 我會給你一個命令 你自己先來吧 我來幫你 但我只知道你現在 現在 你需要這個 不可以 停 你不要做錯 如果你看到一件事 任何事情 平衡或不 你不要急著 你拿走 或你走 明白嗎 是嗎 男人 這個前輩是否很帥 如何大家 現在的 MARVIN 有沒有感想 為他鼓掌 謝謝 這次 MARVIN 給了個研究 這次 可以使用武器 但 這次 有個研究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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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研究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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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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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 他剛才 就在MARVIN手上得到 還有一把護身用的刀 那一把刀 在有時候 他進行一些接近戰的時候 都可以幫到 他保護到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武器 都有可能會 用爛的 好像是這次 會有一個 算好度 拿著刀 來到 Resident Evil 2 我想起一種食物 不知道這次有沒有 會出現 這個我很期待 ちょっと 体力 ハーブ 回復 現在去看看 擺好東西 是 這次 進行 現在 我們就要 繼續前進 開門 開門 大家是否 有種緊張的感覺 意思 這個 看來 我們 要把它 做成 進行 一個 大家也看到她的臉好像被喪屍撕開了 她也看到她的臉好像被喪屍撕開了 她也看到很多不同的犧牲在這裡出現 這裡有爪痕 大家看到柱上有一隻爪痕 原本的主題是有些人在這裡出現的 這次是有些人在這裡出現的地方 所以這次是有些人在這裡出現的地方 所以這裡出現的地方 就像是有些人在這裡出現的地方 所以這次是有些人在這裡出現的地方 大家剛才看到爪痕 如果有玩過原版的人 都會大概知道有什麼附近出現 不過他們這次在安排上 有很多地方 其實一些不同的喪屍出現的位置 可能跟舊版不同了 如果你玩玩一下的時候 想著這裡當然有這個東西出現的話 就可能會覺得被背叛的了 現在是把雙方的腳破壞了 這樣就把雙方的部位破壞 他們的攻擊力量度 制限於戰鬥 所以可以玩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研究的技巧 和技巧的技巧 大家可以介紹一些戰術上的東西 大家可以學習的 例如破壞了喪屍的其中一部分 也會影響到他們攻擊的能力 和攻擊的反應 所以這方面也可以活用一下 讓大家玩的時候是比較容易的 時間好嗎 時間好嗎 もう少了嗎 少了 現在足是壞了 最後 最後 先ほど 卡牌所取得的 這個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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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取得到 所以我會介紹一下 他剛才打了喪屍的腳 暫時可以逃走 然後示範了一件事給大家看 看到他撿到一張卡牌 可以開到一個卡牌 就開來看看有什麼 這樣的方法 可以把武器切換得很快 就能改造 現在你見到他 就可以換到不同的武器了 やっぱり 用白箭機器 都可以看得到 安心感 但是 威力又高 大家都看到 嘴撃槍對於這個遊戲來講 這個破壞力比較大 比較有用的武器來的 所以大家拿到的話 都要好好的用一下 那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的示範大約就到這裡了 好 給了一些掌聲 Kanto為我們示範了這麼久的新作